神秘的骷髅大门出现在了空走天的半空中 一共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抓走了只鸡 第二次抓走了茶渡 普元喜柱和卧陵铁斋正悠闲地在屋里喝茶 医护 炼刺和羽龙 带着魂和医护的身体找上门来 医护把这件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喜柱 敌人既然是一个个分别下手的 那自己的身体放在家里就十分危险 所以他希望喜柱可以帮他暂时保管肉体 喜柱同意了医护的请求 铁斋随后就把医护的肉身扛到房间里 喜柱告诉医护 之前丽灵的录音里没有灵温反应 说明打电话的人既不是人类也不是死神 铁斋因此觉得很担忧 如果对方使用的是轨道的能力 那么仅靠死神斩破刀对敌的话就很困难了 这时候电话又响了起来 里面传来了丽灵的声音 丽灵让医护他们赶紧前往空座博物馆继续游戏 此时魂主动请命要跟着一起去 他一定能帮助大家把枝鸡和茶渡救回来 然后魂就变成了羽龙后背的一个小背包 医护美气明曰说 让魂帮忙在后面望风 尽管魂120分的不愿意 可是为了救人就暂且忍了 等把枝鸡救回来 他一定要让枝鸡背着他 而且最好是放在胸前背着 医护听不下去了 首先让羽龙一会儿遇到危险 不要管魂 把他丢下自己逃跑 可羽龙却说魂现在很重要 因为他肚子里有很多自己的重要道具 魂这才意识到 羽龙这个富黑男 竟然真的把自己改造成背包了 不过加上了肩带 还在肚子上弄了一个拉链 打开拉链 里面稀里哗啦掉出来一堆东西 医护倒是看到了商机 这种玩偶背包 应该还挺好卖的吧 如果以后不做死神了 他和羽龙可以去开个手工作坊呀 但小狮子不高兴了呀 你们把我当啥了呀 一路打打闹闹 终于到了空座博物馆门外 三人打开大门 走进了空无一人的展厅 丽灵的声音在扩音器里响起 他居然让大家跟他玩捉迷藏 只有医护等人找到了他 才能把知己和茶度带走 而且 在玩捉迷藏的时候 医护他们还不能带着武器 医护三人侧头一看 丽灵连武器展示柜都给他们准备好了 只是丽灵将医护和练次的展破当名字 都乱写一通 让医护和练次一微笑话对方 而差点大吵起来 但两人最后只能气鼓鼓地 把刀子放在展示柜里 然后和羽龙一起空着手 走向了博物馆深处 羽龙走着走着突然站住了 他总觉得不对劲 而魂也说 自己感觉到了一股奇怪又熟悉的灵牙 他们还没等想明白 那种奇怪的感觉是什么 就被眼前的景物震惊了 他们正在一个方形的房间里面 房间前后左右四个方向 每个方向都有无数的房间和无数的门 这些门看起来非常幽深 根本不知道通往何处 大家决定一直向右走 可是走着走着就不对劲了 按说一直向右走的话 应该会回到最初的房间 可是来的时候好好的 现在回不去了呀 到处都是无穷无尽的门 炼子和医护两个暴力男没耐心了 打算把墙体强行破坏走出迷宫 可力量可看着这一切呢 而且高智山的羽龙也觉得 这是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呀 他一定能破解了走出去的 羽龙从魂的肚子里掏出了一团红色的毛线 然后把线头绑到了一个柱子上 这样在魂的帮助下 大家就肯定不会再走错路了 果然他们一路走下去 终于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房间 里面一片漆黑 三个人走了进去 发现这是一个展示厅 里面的展示柜上 竟然写上了他们三人的名字 而再往周围看 茶渡和织鸡都被关在柜子里 随后 医护他们一闪神 就发现自己也被关住了 他们现在完全动不了了 连手指都抬不起来了 但就在这时候 医护感觉到 魂在不断地打他的脸 他逐渐清醒过来 才发现刚才的一幕 只是幻觉呀 叫醒众人后 大家赶紧跑了出去 有了刚才的经历 大家走路就格外小心了 突然 打头阵的链字停下了脚步 前面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大家于是只能踮着脚尖 靠边走了 等好不容易挪了过去 大家又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竟然回到了 刚才羽龙系红绳的房间 他们这是走了一圈吗 可明明这是一直往前走的呀 于是医护让魂抓紧红绳 而自己则死命将绳子往回拽 差点都没把魂给摔死 不过这样一出后 大家也明白了 这是一个被扭曲过的空间 大家刚才其实是一直 围绕着一个地方打转 就跟鬼打墙差不多 羽龙拿出本子 开始分析这个迷宫的规律 如果按照L型走的话 应该就不会遇到陷阱 可是理论都好好的实践不行啊 他们再次踏入迷宫后 还是走不出来 这时候 医护和练次已经烦躁地吵了起来 他俩决定分开行动 一个向左走 一个向右走 羽龙想拉也拉不住 而此时 他突然发现 自己正对面的门 好像扭曲了一下 结合之间发生的种种 羽龙突然有了灵感 他赶紧把正在赌气的 医护和练次喊回来 江湖川羽龙 随即对大家说了自己的分析 然后 就拿上了医护的代理死尘牌子 率领大家再次踏入了迷宫 羽龙一个人静止踏入房间 可突然 地面露出了一个大坑 羽龙这次却没有躲 他带着医护和练次 直接从大坑上跑了过去 原来 这也是幻觉 等他们跑出这个房间 整个空间就都消失了 医护发现 他们还在刚进门的那个大厅里 此时 莉菱正坐在恐龙化石的头上 看着他们笑 羽龙表示 刚才那个奇怪的空间 只是一个九宫阁 无论横着走 竖着走 都能走出来 但是为了干扰他们 不让他们顺利通过 莉菱就在正确的道路上 设置了很多陷阱 所以只要无视幻觉 静止前行 很快就会走出迷宫了 这一让莉菱惊呆了 高纸上的人 果然是不好惹呀 可随后 支疤突然在羽龙的背后出现 他将羽龙挟持了 而羽龙丝毫不慌 拿着医护的死神代理牌子 打向支疤 一颗一魂丸 就从支疤的口中吐了出来 果然 他只是一个改造魂魄 原来羽龙进入博物馆后 就慢慢发现 这里的灵压与魂友共通之处 于是才特意要了 医护的死神代理牌 而且羽龙认为 刚才大家看到的空间扭曲 应该是支疤搞的鬼 莉菱的能力 则是让大家产生各种幻觉 眼看莉菱就要无处可逃了 还好此时藏人及时出现 他带着支疤和莉菱两人 打开博物馆大门就跑了出去 医护等人紧追不舍 走到博物馆门前 却感到了茶度和支机 正在等着他们 而藏人和莉菱 再次打开窟窿门跳了进去 临走之前 他们还让医护赶紧上学去吧 医护可不相信他们有这么好心 提醒他上学别迟到 因此 学校一定有问题 一行人匆忙考到学校 这时候 莉菱和支疤又出现了 莉菱拿着一个时钟 说医护他们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是冒牌货 于是大家这才发现 刚才和莉菱一起的藏人不见了 那就说明 他变成了医护他们当中的某个人 莉菱说 12点之前 他们必须要确定冒牌货是谁 如果答错了 那整个学校的人都会被消灭 莉菱和支疤很快离去 而这时的羽龙还在想着 刚才莉菱的威胁 为什么之前他们对付支机和茶度 只是抓过去恶作剧 这次却说要消灭掉学校的所有人呢 他们是玩真的吗 几个人正在冥思苦想 不知不觉 就到了上学的时间 越来越多的学生涌入校门 现在医护他们真是骑虎难下 必须按照莉菱制定的游戏规则 找出那个冒牌货才行 茶度表示 还是先回去上课吧 要不然引起同学们的好奇 反而更糟糕 老师在前面讲课 医护却在下面发呆 然后突然 链字在旁边出现了 医护都懵逼了 这家伙怎么出现在教室里啊 他想让练词赶快走 但是练词却不听他的话 暴女的红头发怪男 就在教室里跟医护杠了起来 最后老师一碗水端平 赏了他俩一人一根粉米头 然后就让他俩滚到教室外面去撕过 站在教室外面的医护怒发冲灌 练词却笑得特别猥琐 医护突然觉得 这个练词似乎不太正常 之前练词虽然脾气差 但是做事总归不会太出格 更何况 练词是失魂界副队长呀 怎么能做出刚才那么猥琐的表情呢 难道 这个练词是冒牌货 于是在教室里上课的同学 就听到走廊上 医护大声让练词快点脱的声音 大家也不管是不是上课了 一窝蜂地涌出去看 刚好看到医护把练词绊倒 整个人趴在练词身上 大白天就这么刺激 好羞羞啊 被误会的医护脸都黑了 赶紧跟朋友们解释 他想看看练词是不是假冒的 毕竟假扮义还容易 假扮死神还挺难的 但是语龙却不乐观 他觉得 如果对方诚心搅局 很可能连能力都能复制 医护刚才有点太鲁莽了 客间的时候 龙贵在女厕所里洗手 结果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奇怪的声音 他推开厕所的门 突然满脸惊恐的高声尖叫起来 此时 失魂界里突然传下紧急信息 辅诛十四郎传下命令 从现在开始的几个小时里 与县世切断一切联系 但是在这之前 随风却偷偷跑了出去 他接到了叶一大人的信息 希望他可以在川阶门关闭以前 去县世找到自己 空座高中的学生们 正在上体育课 知己环顾四周 也没看到自己的闺蜜龙贵 他今天明明来上学了呀 知己十分着急 可这时候 他突然发现 丽玲在旁边出现 丽玲说 已经抓住一个了 如果知己他们不加快动作的话 这座学校的学生都会一个个消失 知己害怕了 他二话不说冲出操场 医护和茶都一看不对 立刻也跟了上去 只有羽龙还讲点礼貌 知道离开之前 跟体育老师请个假 一席人在学校里找龙贵 终于在厕所外的走廊上 发现了龙贵的一只护腕 知己心态崩了 他哀嚎着哭泣着 无论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把龙贵还回来呀 羽龙赶紧上前安慰 说还不确定 龙贵一定是被抓了呀 可这话却让知己爆发了 难道你不担心龙贵吗 难道你就是冒牌货吗 现在看起来 谁也不能相信呀 怎么会这样呢 窗外立玲和直八再次出现了 立玲提醒医护等人 时间还有最后一个小时 要是再磨磨蹭蹭的 他们的朋友 可就都要消失不见了 浦原杂货铺的电话响了起来 盛泰接起电话 是医护打来的 他问叶依和喜柱在哪里 可是盛泰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 恋慈试图跟诗魂界取得联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完全联系不上 大家都十分焦躁 只有羽龙还保持着一贯的冷静 他说 也许大家已经感觉到 那个冒牌货的不和谐之感了 只是还没意识到而已 所以 如果每个人都依靠直觉发表下对冒牌货的看法 说不定 很快就能抓住他了 医护申请第一个发言 他转了一圈后 猜冒牌货就是羽龙 羽龙吓了一跳 赶紧拿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针线包 穿针引线就给玩偶做了一条裙子 嫌妻两母人设 绝了 这下没人相信羽龙是冒牌货了呀 羽龙发言觉得 冒牌货是练刺 练刺则咬住织鸡不放 织鸡就指出茶度很可疑 那茶度就只剩下一户可以甩锅了 才有十分钟就是十二点了 学校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消失 连老师都不能幸免 丽灵逼着医护他们赶紧做出决定 到底谁是冒牌货呢 这时候 黑猫叶仪和随风突然出现在学校操场上 医护仿佛看到了希望 朝着两人大喊 可是随风却跟着叶仪跳下来 把教室玻璃踢碎了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这时候 医护发现 茶度浑身是汗 似乎有点虚弱 而且看起来好像不知道黑猫是谁 于是医护终于知道谁是冒牌货了 就是茶度呀 因为真正的茶度 知道那只黑猫就是叶仪 而假茶度就不知道了 三个改造魂魄一看不好 扭头就跑 虽然他们输了 但是并不打算就此结束 他们把同学们还了回来 然后还要跟医护他们再玩一个游戏 他们还有筹码 因为真正的茶度 还在他们手里呢 那么这三个改造魂魄 又要搞出什么把戏呢 我是黑白 下期见